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星期五 聖誕節 聖誕節當然是祝大家開開心心 放開心情去享受節日 以往一般見到聖誕快樂 但今年不要說聖誕快樂 希望聖誕快勝 最低限度在下星期三個半 希望有若干粉色儲槍的效應 從而令大使可以出現一個真正的回穩訊號 待會再分析 先看昨日的指數 昨日早時輕輕高於39點至23,141點 只有一路在這個區間裡拉腳和整顧 日中高位是23,264 低位是23,027 最後收在23,193點 相對上日升了91點 不過成交今晚還是偏梳 只有1,091億 先看看這個星期的市況 星期一指數見過22,665點 創了12月的新低 亦是今年2021年的新低 但到星期二指數已經收回22,971點 到星期三收市見到23,102點 今日亦是23,193點 我想指出一點點 以收市指數計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昨日都是緩步地向上走 這是刺激一 第二就是 以收市指數計 全部都咬著23,000點 左近的水平 給人感覺好像有一個初步回穩的勢頭 的確如是 因為相對低位是22,665點 好像有少少緩步升來的感覺 但我們還是要等 因為10天市已經跌到23,369點 以昨日的指數收回23,193點 只要市能夠輕輕升 不用多了 28點左右 已經可以踏破10天的平均移動線 一旦指數能夠踏破10天市 亦都意味著大市真真正正出現了一個 初步回穩的勢頭 當時那一刻向上望 一定是一條20天線 23,595點 值得一提的是 下個星期只有三個半交易天 今天當然只有三個半交易天 在三個半交易天之內 或多或少我都有個憧憬 因為今年的市場實在跌得太深 有不少股份都是低位在盤著 基金經理不是說要做得太好 但最低限度都略大粉飾 希望扶穩 從而令到今年的投資 組合的表現出來 不是太過差 當然知道 外圍的股市亦都相對比較配合 才能做得到 但總的來說 的確有這份憧憬 至於明年的市場怎樣行 過了下個星期的三個半交易天 我們才會再行定奪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近期來說 有不少股份已經慢慢回到高位 例如好像 航運股就如是 一些資源股 新能源相關的股份就如是 即是說 相關的一些買盤或粉飾活動 其實在個別的板塊已經開始了 今天半日市 其實部署方面都比較保守 升潛有隻銀生工具 給大家參考 比亞迪有隻擴輪18250 行使價是264.08元 到期日很遠 明年的12月 有效槓桿很低 只有2.7倍 選一隻比較貼價和長身 他們還要得低槓桿 因為大事不明 尋尋尋尋尋用 對嗎 昨天Biartic 收於266個源 15250 反應收於0.12 床本每人都大概做 этих員 repair 稍為2個價格 假設Biartic 升上去285 predictions 也落不足 11块算 1250後 136 潛在升幅不多 只有13.3% 如果比亚特股價稍微反覆 如果有機會低落260元或低跌 1250元的擴論亦會跌落0.111 因為潛在跌幅只有7.5% 穩穩陣陣,細細駐造就最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